9月25日的時間 預計李家超先生競選特首的政綱 將會在這個星期出路 不是我說的 是譚耀宗 他現在首席選舉大管家說的 一如大家都了解 這一場選舉 戰方非常激烈 就有一個參選人 我們沒有任何看法 也沒有任何支持誰 因為坦白說 只有一個選擇的時候 支持與不支持是沒有意思 因為無論如何 他都一定是成功當選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認為 反過來大家應該向好那邊去看 就是 選到之後 希望 該位的 參選人 候選人 他能夠怎樣可以 圍堵香港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才是 一個最主要的 想法 和一個最主要的 定調 最近這一兩天 李家超先生 他就 開始展開他的 落區 這樣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 做法 太早了 其實呢 你的政綱都還沒出來的時候 是吧 你政綱還沒出來的時候 你這麼早落區 還要坦白說 有一些過往的歷史 你可以看到的 是吧 那 即是 李先生 他的一些 說話 都還要刁鎖的時候 很容易就出事 好像最近 這個 落區 然後去到一間 藥房 人家都寫著 光榮結業 他還問人 生意好嗎 即是 你是他店主 你會當堂 甚麼反應呢 是吧 即是 你回答他 都幾好啊 還是回答他 頂你 我都倒閉了 是吧 你回答他些甚麼呢 當然 新聞媒體 沒有報導 這樣 那 即是 你看到之後 你真是 看顏 真是看顏 即是我是他 他的競選團隊 我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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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中國人傳統 的說話模式 很多時候 你見到一些 不認識的 即是新認識 你見到一些新認識的 或者 狗味碰面 然後 突然之間 再見回他 的人 你都會問問他 喂 怎樣啊 最近好嗎 哇 近來發達了 哇 近來做得好 風山水起 甚麼時候關照啊 弟弟啊 類似這些說話 你都會說 最後走的時候 一定說回一句 喂 有空喝茶 遲些 遲些約吃飯 甚麼甚麼 一定是這麼說的 但問題是 你明知最近 那個人 他不太行的時候 即是 你都知道 他最近在跑山了 對吧 都已經被人貼大字報了 你還跟他說 喂 近來做得好 很棒 對吧 阿強 很棒 到處都見到你了 你這樣說 即是 基本上有兩種反應 第一 就是你玩東西 哈哈 是吧 好像剛才的個案子 阿強 近來做得好 做得不錯 到處都見到你 紅過MIRROR OK 第二個情況 就是 你真的不太懂 怎樣在一些人情世故上的處理 對吧 即是 如果你是沒有心的話 那後者就很慘了 因為坦白說 你競選中 是一個 是香港的 一區之獎 的時候 那 我 這些的評語 不是我講的 我沒有任何的評價 但問題就是 很容易就會引起 網絡討論區上的 熱烈的討論 這樣是很危險的 對吧 即是 雖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選舉 能夠投票的人 是 好少數 或者極少數 我們現在所有談論的 無論 下 觀眾所講的 支持與不支持 大家都是討論的 因為 我們都沒有得投票 OK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不是說 有沒有得投票是一個問題 而是 在我們沒有得投票的情況下 如果這場選舉 或者這件事 是有這麼多一些 的 狀況出現的時候 固然之對這個選舉 並非是一件好事 也不是一個好的影響 也不是一個好的反應 所以 我認為 李先生的團隊 真的應該要 更加小心點去處理 因為 這件事 你被人救病的話 對吧 已經有一個 李家超 中文水平關注組 即是 都幾出事的 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 其實都可以去說一下 有些人 我覺得他也有 研究一下 一些玄學命理 這樣 面相是其中一種 對吧 面相學 看你的相是怎樣 哇 看你的骨格精奇 你未來 一定 走運走到腳趾尾 你一定 中頭獎發達 那些 那些 面相我不懂 對吧 玄學我也不懂 完全毫無根基的狀態之下 但我發覺幾件事 挺有趣的 如果大家可以搜尋 最近 這個 李家超的一些相片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他去參選的時候 很多媒體 都希望 做一個 做王者的角色 或者是 潑行做王者的角色 所以 大家都在公關形象上 不斷收到一些線稿 然後發放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了 好了 然後 有多一些珍貴的相片流出 我看到 挺有趣的 我假設李家超先生 他本身對他自己的外形 外貌 並沒有一個很執著的要求 我先假設這件事 因為如果有的話 那就不用說了 那麼 我看到 他的確 他的樣子 是 隨著年齡 是不斷有一些變化的 很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本身有很多人在說 八字眉 八字眉 我不認識面相 所以我不知道 究竟這件事 是一件好事 還是壞事 只是 和 比卡超 不單止 名字和比卡超好似 和比卡超的樣子 都好似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愛 但是 看到他 真的 隨著一個歲月的洗禮 他的樣子 有一些變化 如果你看回2012年 他 有些坊間 都有一些照片 他還穿著一件 白色的 警察的制服的時候 應該都可以找到 三四張照片 在Google 你對比一下 他當時的樣子 和現在的樣子 你不要說 相差十年 那些皺紋 當然有 他的樣子 修水了 因為 年紀再大些 修水了 當然有 你先撇除這兩樣 他在那個 自信和氣息上 是有一些變化 其實是偏向好 特別是最近 最近當然 他經常出街 下區 或者出來 什麼什麼 記招 那他一定有化妝 那化妝當然是 找一個 TOP的化妝師 幫他 幫他撿個樣子 是不是 但是 在那個 他 說話 那個 微色之間 的控制 呢 是有好 你可以說 這個好 是一個訓練 也可以 你可以說 他在一個 自信上的 培養 是越來越多 都可以 那麼 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的分別 2012年的 所有的一些相片 他當時都是比較 就算他的位置 已經不是低 都已經是 就是 副署長 之類 都是一個漂亮的位 但是 跟現在那個 他的眉色 他的樣子 都是 有一些距離 不用說 2019年 那時候 是一個噩夢 無論 他是不是 涉事其中 也好 但是當時 他也是一個 被人剷到宇宙的 官員之一 不多 不少 心理壓力 都是 一定有 對不對 所以當時 那個樣子 大家都知道 但是 看到的是 就是 有一些 不知道 懸學的東西 是不是這麼簡單 時內運到 那麼 他的樣子 我看到的是 真的 隨著於 一些不同的情況 發生了 而他的樣子 是越來越 有一些 變化 在那個 的 感覺上 那麼 有不同 這段 的說話 並不是 拆鞋 而是 純粹 就是一個 叫做 分享 或者一個 討論 所有的網友 所有的觀眾 可以是 喜歡 或者不喜歡 OK 但是 沒有挑 這個 大家都是 討論 我覺得 因為 人 每個人 一定有 自己的立場 我之前都說過 沒有他自己的立場 的話 很恐怖 是吧 正如一個小朋友 玩什麼玩具 他都有自己的起戶 你 下街 或者買菜 吃什麼 你自己都有起戶 你都有選擇 選擇和起戶 就是立場之一 是不是 那麼一個人 怎麼有可能 對一件事 是完全沒有立場的 你選擇一個明星 或者你看一個明星 我亂說 MIRROR 或者以前 四大天王 你都會有一個 特別喜歡 或者有一個 說得難聽一點 不是不喜歡 但你會忘記他 是不是 所以 人一定是立場 沒有可能沒有立場 繼續還在討論區 繼續還在留言區 他在說 誰是誰 你有立場 你存在著一些立場 去說這些說話 你說得出這些說話 你是 有一些思想上的謬誤 一個人 他不可能完全沒有立場 去說一些話 老師教你 都會有他的立場 對不對 就是 你那些什麼 聖善論 聖惡論 他本身都預設了一個立場 所以 怎麼可能沒有一個立場 真的這麼神奇 所以 這個 李家超 近日的選舉 得到一些看法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